欢迎收看DJ小教授 没有被并购的价值 而从过去的实际案例来观察 可以归纳出被并购的公司 通常需要具备几个特质 包括总市值跟营收相比不会太高 有一定水准的毛利率 营业费用率够高 还有负债比例不高 在这边我们一一为您说明 第一个市值营收比 又称作股价营收比PSR 计算的公式是总市值 出以营收 这是投资大师肯尼斯·费雪 在1970年所提出的概念 至今这项指标 已经成为美国证券分析师考试的 必考项目 PSR是投资人投资股票市场 愿意支付多高的价格 取得一家公司每块钱的营业额 当PSR越高 代表市场看好这家公司前景的 程度越高 而市值营收比之所以不能太高的原因在于 发动并购的一方 着眼的就是合并之后能够马上增加营收 但是又不用付出庞大的资金 所以并购对象的总市值跟营收相比不能太高 如果太高就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回收资金 如果用PSR值来选股根据市场常用的法则 当PSR升到三倍以上的时候 这只股票通常进入到超买区 就价值投资而言 我们投资人可以积极寻找PSR值为0.75倍 或者是更低的股票 因为它已经明显被低估了 我们用2016年最后一个交易日的台积店为例子 股价181.5元 市值4.7兆 营收9479亿 市值营收比大约是4.96 但是其实市值营收比并不是绝对的 因为数值偏高也可能是代表着市场对这家公司的后市相当看好 相反的数值偏低也可能是投资人目前对这家公司没有信心 可是如果公司改善了营运体质 就可以出现爆发性的营运还有股价的成长 那么因此按照市值营收比的数据来看之余 还是得搭配其他观察要素才不会让判断失真 接着来看第二点 有一定的毛利率 毛利率的算法是收入扣掉成本再除以收入 一般来说制造业的成本占营收比重都很高 所以毛利率都比较低 尤其是电子组装厂的毛利率 所以市场就有毛三到四的形容 但相反的像是软体开发 生技产业的毛利率 最主要的成本都在研发 而不是机器设备 毛利率就比较高 而当一家公司产品有竞争力 不能够轻易被取代 就可以提高售价 享有高毛利率 当公司可以维持一定水准的毛利率 发动并购方 把这家公司买下来之后 就也可以享有一定的获利空间 相对的 当一家企业毛利率偏低 即便营收再多 也只是做越多赔越多而已 就失去了投资价值 第三点 营业费用率够高 营业费用率是指从事营业活动 所需要花费的各项费用 在营业收入当中的比重 比重越低 说明营业过程中的费用支出是越小 获利水平越高 但是这也不能从一而论 因为有时候 公司费用率下降 可能是昙花一现 只是短期的降低支出而已 相对的 公司的营业费用率过高 也可能是正在开发新产品当中 等到过了这个支出阵痛期之后 就会进入到收割阶段 并且降低营业费用 而在这里提到的 被并购公司营业费用率要够高 这是因为营业费用够高的公司 一旦合并 两家公司在包含管理 行销 研发的费用等 比较能够有很明显的合并纵效 让营业费用大幅的下降 这样子的合并效益才会显著 第四点 则是在负债比例部分 这就比较容易判断了 被并购的公司 当然使负债越少越好 那么以上就是第三招的 价值衡量方式 在下一集节目当中 我们将会为您介绍 其他投资选股的投资心法 再请观众朋友持续锁定